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设计全长29.809公里,总投资82.37亿元 项目采用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六车道 主线设计时速100公里,支线设计时速80公里 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横跨摩刀门水道的摩刀门特大桥副航道主桥 经过紧张施工正式合隆 从远处眺望大桥弧线优美,宛如一座彩虹桥 据了解,摩刀门特大桥副航道主桥 全长478米 桥梁跨境布置为87加152加152加87米 连续刚垢,下设三个主吨 0号块采用钢管型钢支架线胶 1至18号块采用挂栏悬胶 边跨线胶段采用钢管型钢支架线胶 边跨中跨河龙均采用挂栏线胶 今天我们非常喜庆 于今日早上凌晨两点 实现了这个全桥的一个河龙 胶筑完成了最后一个河龙段 为了这最后两米 我们付出了三年的努力 非常不容易 这个桥的河龙对于香海大桥的意义 确实实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为我们后续的建设 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 香海大桥2016年12月东工建设 三年来 施工单位在工期仅任务重和受天气影响 施工环境复杂等困难条件下 始终坚持高品质高站位高标准高效率的建设理念 攻坚克兰不断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书选明表示 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约50% 其中香海大桥珠海段已全面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中山坦州段也在加紧施工 预计2021年可实现全线通车 下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桥呢 后续的还有一些引道桥的一些桥面铺装的一些工作 还有一些桥梁的一些附属 包括防征护栏 这些后续的一些工作 我们会加紧施工 目前香海大桥已经全线东工 珠海段已经全面进入这个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坦州的中山段也在加紧后续的一个施工 我们全线的一个贯通预计时间是2021年下半年 据介绍珠海东西城区的第一通道 珠海大道目前的交通量已超负荷 香海大桥作为第二通道 建成后将有效破解珠海东西交通瓶颈 助理西区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 史上快车道 香海大桥将在白礁镇昭信村 湖心路及江珠高速丽礁交交汇处 盯下三个落脚点 将进一步完善我区的交通网络建设 直接推动我区发展 加快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